今天,全世界的头条都惊人的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新冠检测出阳性,成为史上第一个感染全球流行疾病的时任美国总统,震动了整个世界。 毕竟,新冠素有老年杀手的恶名,对于74岁高龄的特朗普而言。 这把年纪得了新冠,的确称得上是他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大考了。 在美国历史上,1841年,第九任美国总统威廉·亨利上任仅仅31天,就因为感染肺炎而逝世。 1850年,第十二任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因急性肠胃炎,任内逝世。 最出名的是1945年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任十二年,积劳成疾,因脑溢血,在二战即将胜利的前一个月,就匆匆离世了。 表面上精力旺盛,天天演讲,时时发推的特朗普总统,身体就算再棒,也扛不住今年肆虐疯狂。 致死率相当高的新冠病毒,现代科学研究普遍认为,新冠致死率在0.5%至1%之间,也就意味着1000名感染者中平均会有5到10人死亡。 更可怕的是,就算痊愈了,也注定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影子一样的后遗症,相当要命。 我在7月4号第39期,7月7号第42期,以及之后的十多期节目中,都密切跟进深入探讨过新冠病毒的可怕性,及其恐怖的后遗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中点击观看新闻过往用心剖析的关于新冠病毒的百科大权。 特朗普关于身体健康说过一句名言,让人感慨不已,真可谓一语成衬。 他说过什么呢?新闻今天暂停一下华为之后的思考16。 并继续站在不同别人的视角,深入简明地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史上首个染上世纪流行病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曾经告诫过他的一个热衷于铁人三项的赌场经历,说你这样子会早死。 特朗普当时也随后显示说,人的身体就像电池。 能量是有限的,而锻炼会用尽能量。 因此,说到做到的特朗普,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就放弃了所有的体育爱好。 严重缺乏锻炼的高龄特朗普,身体的能量恐怕真熬不住病毒的消耗。 虽然特朗普的保健医生曾经盛战说,特朗普的好身体主要是因为好基因,加上他一辈子烟酒不沾的好习惯。 距离下月大选刚好31天的关键时间点,特朗普患上新冠,有三个正负相抵的注定无法避免。 其一,注定会像今年三月因新冠进入重症病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一样,特朗普即便痊愈,也将面对后遗症的长期挑战。 其二,注定会严重打乱,预定在本月15号和22号的两场总统电视辩论的日程安排。 不仅会严重影响中间选民的投票抑郁,更会令特朗普的身体状况和治国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和质疑,甚至比瞌睡桥的疑问还会严厉十倍。 其三,历史上任何国难当前的关键时刻,美国民众都会习惯性地抱团拥护,全力支持现任的总统。 这次特朗普中招后,注定会带来一个相当正面意义的转折点,那就是当国民发现自己的领袖与普通人一样都会感染上新冠病毒后,绝对会更紧张。 更认真地看待这个疫情,再也不敢马虎大意掉以轻心。 约翰逊确诊后,英国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数便迅速下降,成为了当地疫情一个颇具正面意义的重要转折点。 明天,如果没有意外或者好外,新闻将就这段时间的华为之后的思考话题,继续深入探讨,揭秘更多,敬请留意。 好了,新闻今天就讲到这儿,如果您感觉特朗普在选前得新冠,不仅失去了大选的胜算,更有可能让世界重回以前的轨道,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特朗普四年里所做的一切,已经为未来美国的转变夯实了基础,美国的继任者们会沿着他的思路继续下去,欢迎打入二字。 如果您觉得没想法,欢迎打入三字。新闻欢迎各位多多点赞,多多订阅,多多评论。 我说,风云有突变,病毒不带眼,好友多珍重,笑容看明天。 愿油管的好朋友们,保持距离,流水洗手,不离口罩,天天三不取,戴伞不怕雨。 2020年10月2号,李新闻与您一道,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因为评论每个字,字字是支持。